尖约放大招了!超时用七天塑形课程,向肥肉进击。 有一种美式凶小的遗憾可以用腹钩弥补,有腹肌马甲线,内衣终于可以外穿了,除了努力降低体质之外,腹肌训练要加强!要加强!要加强! 尖约放大招了!超时用七天塑形课程,向肥肉进击。 很多女生都羡慕别人有一个平坦的小腹,很多人因为腰腹有坠肉,都不敢穿过于暴露的衣物,失去了展现美好青春的机会。 事实上没有足够的锻炼,怎么会有美丽的马甲线效满腰呢? 一分耕耘才会有一分所得,小编精心为你准备了一套锻炼腰腹的瑜伽动作,按照这一套坚持下来,你也可以有别人眼中羡慕的那个傲人身材哦! 减约放大招了!超时用七天塑形课程,向肥肉进击。 一,侧身卷腹。 平躺后,腿部攻击,单腿搭在一侧。 一只手平摊,另一只手扶在额头处,不断做卷腹气握的动作。 两到三分钟后,交替为锻炼另一边。 这个动作能有效消耗腹部两侧脂肪,帮你甩掉肚子两边的坠肉。 坚持一段时间后,再也不怕别人捏你的腰了。 减约放大招了。 超时用七天塑形课程,将肥肉进击。 二,B字支撑。 平躺后,以臀部为分界线,把身体支撑为一个B字形。 然后手臂前伸再来回,双腿配合双手形成不断扩张收缩的大V。 找到自己的节奏,重复做这一套动作,背部的肌肉就能得到高效锻炼,小蛮腰就是在这样不断的锻炼中形成的哦。 减约放大招了。 超时用七天塑形课程,将肥肉进击。 三,直腿触足。 平躺后直立体双腿,用手掌触碰脚再收回,分多组继续完成。 做这一套动作时能明显感觉到背部吃力,事实上这个动作就是为了锻炼肩背部的肌肉。 除了能让肌肉紧绷,更具弹性,对异性的吸引力MAX。 减约放大招了。 超时用七天塑形课程,将肥肉进击。 四,腹膝起握。 像正常仰握起座那样躺下后,双手放在膝盖处,做起握的动作。 众所周知仰握起座是为了锻炼腹部肌肉,改善后的这一套动作更适合与女生练习,避免练出大块的肌肉,有利于于马甲线的成型。 渐约放大招了。 超时用七天塑形课程,向肥肉进击。 五亿人单车。 平躺后,抬起双腿,尽力保持小腿垂直于大腿,大腿根部垂直于地面。 接住挺直背部,腰部向大腿靠拢。 平抬手臂,做出一个骑单车的姿势。 保持这个姿势,感到疲劳后,就平躺下去休息,反复几次,有极佳的速身效果。 渐约放大招了。 超时用七天塑形课程,向肥肉进击。 六,俄罗斯旋转。 以臀部为支撑力的,四肢都微微抬起,双手左右交替,旋转腰伸,做出一个旋转的动作。 这个锻炼方式主要用于保持腹部肌肉的弹性。 这个动作除了人知,最大的作用就是使腹部肌肉均匀分布,不会出现四斑的板块肌。 渐约放大招了。 超时用七天塑形课程,向肥肉进击。 腰腹的脂肪,是用来保护内脏,所以很难减掉,也容易复发。 澳人的马甲线,是一定需要大量的时间和正确的方法,才能得到想要的效果。 除了每日的运动量,摄入的膳食,愉悦的心情,都和身体的塑形有著密切的关系。 所以仙女们一定要摒激轻轻松松就有收获的想法,乖乖码下文章锻炼起来吧。